马签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药物,也是一个重点的药物 那么它在临床有用生品,也有用耗制品的这个马签子 那么生品使用的时候呢,纸地是特别坚实的 它的种子上面呢,还覆盖有大量的细的绒毛 一般来说,生品毒性比比较强,主要外用的 经过沙炒或是油炸以后 使滴滴变脆,容易粉碎,逆于成分的坚出 那而且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泡制以后可以降低毒性,可供内服 马签子泡制以后降低毒性,它的主要的原理是这样的 在沙炒的过程中间 马签子中主要的成分史迪宁和马签子碱 变成了它的异形结构和带氧化合物 那么这些异形结构和带氧化合物 是由于在沙炒的加热的过程中间 史迪宁和马签子碱中的迷线断裂开环 转变成了它们的异形结构和带氧化合物 那么异形结构主要指的是一史迪宁和一马签子碱 这些异形结构和它的氧化合物呢 跟史迪宁比较起来 毒性减少 而且呢 仍然具有活性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在沙炒的过程中间 通过成分的量变和纸变 达到了降低毒性 保存或者增强药效的目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降低毒性保存药效的目的呢 它的达到也跟泡制工艺条件是有关系的 那么它的转化率最高的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马签子沙炒的最佳工艺是 温度230到240度 沙炒3到4分钟 这是马签子沙炒的最佳工艺 沙炒4分钟